六後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律師卡斯托 接受福斯新聞採訪 卡斯托表示他將在即將開始的 彈劾審判期間 展示民主黨高層自己發表 煽動暴力言論的影片 卡斯托表示相較民主黨 美國前總統川普 在國會聯席會議當天 是呼籲民眾和平表達訴求 共和黨籍參議員蘭德保羅 七後接受福斯新聞採訪時表示 彈劾川普的成功機率為零 並表示如果要根據言論來定罪 那就應該彈劾民主黨籍參議員蘇默 保羅回憶去年4月 在美國最高法院前 參加的一場支持墮胎的集會上 蘇默點名威脅川普提名的 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 哥蘇奇和卡巴諾 嘿 哥蘇奇 嘿 卡巴諾 你們掀起了一陣旋風 你們要付出代價 新唐人也在電視張淇琳綜合報導 新唐人也在電視張淇琳綜合報導 在電視張淇琳綜合